另外真正頭痛的是家屋感染 剛才講過一個案例 他在外面社區感染一回到家裡 住在一起了 因為全家住上下樓 來往平反 就一下子從一個變13個 所以就真的頭痛 防部盛防的虛化肺炎家屋感染 就入同不定時炸彈 不是何時何地 會在社區內引爆 可是讓號稱諮商157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連講兩次頭痛 台北市最近就發生一起 13名交互群聚感染案例 讓市長柯文哲在今天直言 台北市新階段社區感染並不多 反而交互感染 是目前台北市疫情 扣除批發市場疫情以外 另一個較大的問題 尤其目前三級警戒 屬於半封城狀態 幾乎每個人都在在家 如何預防交互感染 成為台北市防疫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台北市除了要防交互感染 第一方面 也想撈出更多無症狀的缺者配数 台北市政務也宣布 從今日起 包括台北市令和醫院五大醫院區 以及關渡萬方公七家醫院 每家醫院每天會提供300個名額 全市共2100個名額 進行免費的PCR檢測 只要是無症狀者 具有相關接入室或是旅遊室 即日起 都可以通過各醫院的五部括號系統 先行預約 另外 台北市政府今天也宣布 下修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年齡層 現在還有第六、第四 這個 這次要降到68歲了 那都是7月8號、7月5號一樣 這個 早上8點開始到下午5點 台北市這次開放接種的對象 包括68歲上的長者和55歲以上的原住民 在7月8號和9號 早上8點到下午5點 就可以透過網路進行預約 預定接種的時間為7月11號到7月13號 接種疫苗為莫德納疫苗 如果沒有透過網路預約的民眾 在7月12號和13號 也可以打電話給區公所進行預約 工作人員也會告知7月15號在哪個地方 哪個時段接種疫苗 台北市這次也開放68歲以上的外籍人士預約接種 只要持有永久居肉證 也可以在7月8號 在台北醫學院復生醫院的網站進行預約 這次預約系統也增加取消預約功能 只要在預約期限前 也可以進行預約取消 你按到這個預約取消的格位上去之後 就會出現下一個畫面 只要輸入你的身份證字號 當初留的手機 你預約取消的室友 然後再輸入一個驗證碼 那就可以送出 就可以完成 所以這個系統 明天上午8點上線 就可以來提供服務 為了提供長者更貼切的服務 想預約取消民眾 如果不方便上網 也可以打1999 進行能夠取消 中文字幕 詞索 感谢观看